Hello! 今天就想說說鋼鐵不空獸的評價 鋼鐵不空獸... 其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隻有狀態技 但是是沒有傷害的一隻舊液體 但是它的...取得率也算高的 那就想說說吧 這條片是十方九天提供的 如果大家對十方九天的短片有興趣 可以在我這個詳細進入他的頻道看看他的影片 他有時候也會放一些攻略影片上他的頻道 那...現在就說說他對鋼鐵不空獸的評價 他就說... 試過拿鋼鐵不空獸去打29層 那時候他的魂的機會率是非常之高 所以就想再試試這個30層會怎樣 那他現在是帶了進去30層 那就發覺超上級 除了王的屬性耐性有變化之外 王和小怪的異常狀態耐性都會有變化 所以... 可以斷定鋼鐵不空獸是真的一隻廢的寵物 對...廢的數碼暴龍 咳... 但是我自己怎樣看呢? 那... 其實就... 我又覺得... 新手可以接受到的 新手其實都不預打30層的啦 那...如果新手不預打30層的時候 你是可以打29層的嘛 那麼... 十方九天都說過啦 29層來說是可以做到非常高的魂的效果 那你每魂人一下... 你的... 你的時間又多了 你的攻擊時間又多了 那... 其實都會有一點點效用的 如果真的很容易得到鋼鐵不空獸的新手朋友啦 那... 那... 其實我就覺得... 鋼鐵不空獸就是一隻這樣的數碼暴龍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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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自己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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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家會怎麼看呢? 那... 那...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片段中啦 這個是超上級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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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皮好像也沒什麼命中的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關的小怪... 好像十方九天那樣 其實這關的小怪和王的... 耐性...可能狀態耐性也改變了 所以招皮是對他無效的 無法滑倒他 即是暈倒他 招皮用來滑倒數碼暴龍 招皮就滑倒了這招 完全變成無用了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這段影片只不過是想... 略略地簡介一下港鐵恐獸是怎樣的 大家又看到是不中 中的時候是會令到別人停止一個回合的活動 其實十方九天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他是這樣爆成測試這件事 那... 鋼鐵不空獸... 其實鋼鐵不空獸真的有的時候 又可以怎樣做呢 那鋼鐵不空獸是可以... 帶進去一些... 帶進去一些... 嗯... 輸出... 即是BOSS輸出比較高的關都可以的 所以就不用說... 特別說... 如果有鋼鐵恐獸就... 很傷心 那... 即是... 你可能... 新手認為會沒什麼用嗎 那... 但我覺得... 又不會說真的... 沒有用那麼誇張的 即是可能你打回來要等啦 不是說... 不是說... 即時用到啦 又或者是... 他下一段會出一些... 即是... 你可以發揮到作用的降臨 又不出的 那... 其實鋼鐵恐獸可以... 即是他那個... 效果技能可以帶進去什麼關呢 那... 可以帶進去... 幻生系和... 這個... 陽炎系 即是火系和武屬性的關卡 他是... 非常之不錯的 對了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 呃... 幻生系和陽炎系都是比較怕這個效果的 那就是... 呃... 停止一個回合啦 那就... 對了 如果你帶進去... 那... 你是可以... 令到... 那些... 你可以令到... 中招率會高一點 對啦 因為他是對這個效果...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即是他對這個效果是會比較增加的 即是你帶進去這些關的時候 會增加中的技率啦 那就... 其實... 呃... 有些... 有些... 有些搞笑啦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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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系...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黑... 地系的啦 那... 如果這樣帶進去的時候... 那... 就... 呃...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設定來的啦 那... 設定給這隻怪... 那... 其實... 如果... 要用的時候... 可能... 成長期那時候... 拆一拆那個火礦會比較好一點啦 對啦 即是... 如果真的對這隻... 鋼鐵兇兇手有愛才這樣做啦 如果你沒有愛就不需要... 真的... 很... 很專注去拆這隻鋼鐵兇兇手啦 那... 我自己怎麼都會有一隻... 大家知道的啦 對啦 那... 我現在都沒打過水片的... 那就... 努力了啦 打算用這隻鋼兇兇進化賣 怎麼都要有一隻這麼大的 對啦 我自己是這樣的想法啦 那... 今天來到這裡啦 首先就要謝謝十方九天提供的短片啦 對啦 那如果... 對了 那我自己就做了這個... 後期製作的 那... 希望大家喜歡啦 那如果喜歡這段短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 以及訂閱十方九天啦 對啦 那就謝謝大家啦 那... 如果是... 喜歡我的短片的朋友 又想得到我最新的資訊 可以在Facebook那裡讚我 那你... 在Facebook那裡隨時可以看我的... 新的短片啦 對了 那... 多謝大家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啦 injuries 嗯... 我們就是你 ov代表 spooky 謝謝 很你是 あの 轉物